同龄 走进同龄来西老街 品味最本真的同龄 顺小辣 然后上面这层白糖就很甜 了解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长江江豚 感受同龄人为了留住微小天使所做的努力 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面朝我们这个微笑的笑脸 哎呀好可爱 了解同龄与同的不解之缘 看古老的古同都如何缓发新的获利 亲中国的第一楼藤水 第一块铜地 也就在我们藤关山跨诞生了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长江行第73集 古老同都换新生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江行设置组 这一站我们继续在安徽省同龄市的行程 同龄位于长江下游 境内多尾长江冲击平原 平均海拔8至10米左右 长江自南向北流行同龄 流程133.4公里 河道形态多弯多差 城之状分布着五条主要河流 远方的家长江行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了安徽省同龄市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大通镇 这是一个千年古镇和长江相依相伴 长江在这里拐弯 开始自南向北的奔流 在古代的时候 这里也是一个著名的水上交通要道 那么长江水是怎样滋养这方土地的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我们来到的大通镇 历史上曾是一座远近文明的江岸重镇 这里实践于西汉时期 古名兰西 唐朝在这里设立大通水溢 使它称为著名的交通要道 公元975年大通建镇 距今已有七年历史 大通镇位于同龄市中部 地处青通河入江头 坐用长江黄金水道 水运交通十分便捷 像我们站的这个江边 后面的这个江是长江的主航道呢 长江的主航道呢 在咱们这个江心州的另外的一侧 当时呢是在这里呢 设立了一个水路驿站 那这个江心州上面呢 像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安徽的经济文化 政治景性 长江呢在这里变成了由南向北的一个走向 所以我们这里说呢 长江在这里拐弯 大通镇呢以前呢 又被称为是雀头镇 那青通河呢 的河水像只雀头一样伸到了长江里面 所以呢古人呢就把雀头镇一带的江面呢 称为是雀江 向导林丹是当地人 他介绍说 我们所在的雀江码头 历史上就是当地重要的交通树流 当年随着江心州省和越老街的发展 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繁荣 与和越老街隔江相望的大通镇兰西老街 就在之后慢慢发展起来 并且保留到了今天 我们跟随林丹走进兰西老街 兰西老街呢 实践于元末名初 至今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是 怕我们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 然后两边的房子也都是非常的古朴 对就古色古香的 就像走在了几百年前的这个街道上 对我们这个房子呢 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这种上住下铺 前面后房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上面住家底下是门店 前面是店铺后面是做饭 一千多米长的兰西老街上 现在共生活有一千多户 约三千多位居民 街面用四方式铺久 最宽处有十二米 最窄处也有七米 过去往来古街运送后的马车 落一步绝 这样的路面更加坚固 也充分保证了马车顺利通行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 现代化的汽车摩托车 也早已取代了当年的马车 这些老房子大约五米高 一层室内的高度 会比我们常见的房子更高一些 林丹介绍 因为当地紧临长江边 湿气较重 屋内建高一些更利于散湿 同时在三峡大坝没有建成前 每到风水期 江水常会漫到街面上 人们便把一层放的东西 都搬上二层 流出一层足够的空间排水 大叔您好 您好 这个辣椒酱是您自己摸的呀 是我自己亲自摸的 哇 它上面这个红葱萝的这个辣椒酱 下面这个非常细腻的 这位店主名叫胡家傅 今年57岁 就是镇省本地人 他告诉记者 他家从他祖父那辈开始 就在做当地土特产加工 他从五岁起 就跟着爷爷 去做当地传统的手工辣椒酱 这是这个豆子和辣椒一起做的 你尝尝 好浓稠啊 看 这味道很正 味道很正 对 就是很浓郁 这个豆香酱香和辣椒的香味 而且觉得挺辣的 这是妈妈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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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她会这么说呀 我也不知道 她妈妈的味道 她有点好 她做这个酱 她的酱好 她回忆到她妈妈做这个酱 胡家傅的辣椒酱 是纯正的同龄口味 她每天从凌晨四点开始慕辣椒 坚持用最传统的做法 就是希望留住家乡的老味道 她告诉记者 随着2015年至2016年 古镇旅游开发 这两年的游客越来越多 不少当地居民看到变化 也重新搬回老街生活 她家的生意也变得更好 历史上 大通就曾与安庆 五湖 蹦步 并称安徽四大商部 20世纪 二三十年代 被称为小上海 曾国藩曾在这里设立 盐武招商局 统领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四省盐武 可以想见 当年接上商业的繁华 直到今天 武街上还有很多 当地的土特产出生 你好 这些都是生姜 这个是糖跟姜 最传统的 送草就是供体 我看里面是加的白糖 对 它这个生姜特色是甜辣黄粉 生姜开胃 进来提神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姜干 然后里面有白糖 对 上面就像一层变伤一样的 所以它的外层就是糖冰姜 是挺辣的 然后上面这层白糖就很甜 按您说的这个 甜辣爽口 这个就跟我们平时道里买的 那个糖浆就很像 对 但是我们中毒糖冰姜 是我们这里的 糖冰姜的一种特色 它一个就讲 它的选材和甲质 这就是糖冰白酱 糖冰白酱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金竹林介绍 制作这种糖冰姜的生姜 是铜铃八宝之一的铜铃百姜 这种生姜快大皮薄 只多扎少 肉质脆嫩 味辣而不嗆口 这个是糖醋姜 糖醋 这个脆嫩长口 甜也不利 这个就是比较嫩的这个了 就不是这个肝了 对对 对吧 这个口感 别适合有心 这个应该就是和这个醋泡过的 所以就是微微的一点点酸味 但是本身它有这个 姜的辣味就已经中和掉了 而且整个这个姜 嚼起来非常脆 感觉水分很充足 对 38岁的金如林 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铜铃百姜 制作记忆的传承人 他家制作的白姜 已经传承了五代 他介绍 因为铜铃 紧邻长江 气候温和 雨水丰沛 德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 非常适宜白姜生长 早在春秋时期 这里就已经开始种植白姜 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来 感受一下当地人吃酱的方式 生姜是我们通宁的一种文化 早上的时候对吧 吃生姜的时候 就要配一点茶 而且通宁人把生姜当成 非常中贵的中费客人 然后我们都搞一点生姜 然后搞一点茶 食物都吃的 一片小小的生姜 需要经过去皮 腌制等八道工序 才能最终支撑 金如林在传承 传统口味的同时 又不断研发了 二十多种新口味的白姜 满足不同人群的偏好 五年前 他加盟了电商 让身在异乡的同龄人 和对生姜食品感兴趣的 外地顾客 多了一条更便捷的购买渠道 像这样一罐 姜它大概能卖多少钱 像这一罐姜 我们大概是八十块钱 这样八十块钱 其实没有很贵 但是这是我们家的一种 很普通的一种 就是大东西 贵的一种大概十五百元 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分级 跟姜的 跟姜就叫残用样的 我们可以加分级 它分什么姜头啊 中姜啊 还有包括这个普通的 林丹介绍 每年九月新疆上市时 同龄人一般都会在家 制作简单的糖醋浆 再搭配同龄另一道特色小吃 茶干 就是同龄人心中的香愁 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平时吃的 这个豆腐干是一个 那为什么叫茶干呢 可能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我们平时就就着茶吃 第二个呢 它这个茶干啊 颜色跟茶叶比较相近 所以它可能就叫做茶干 所以里面是没有茶叶的什么 没有没有 这种茶干的话 可以直接生吃的 就可以直接这么吃一下 对 咬一口 非常地有嚼劲 而且看 它其实很薄 但是压得很磁 所以就是很有嚼劲 而且有这种酱香的味道 吃起来味道有点咸 上面有点这个辣椒 但是一点也不辣 吃完茶干 然后配上这口茶 茶的苦涩味就中和掉了 就是满满的茶干的香味和茶香味 就像大哥说的 每天早上吃点生姜 吃点茶干 就配上一口茶 就是百味人生 非常舒服 聊天过程中我们发现 在大通证 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 都还在很好的传承着 告别金如林 林丹带记者走进老街附近一家 专门制作茶干的老店 店里茶干的种类很多 张月英家 从他的父辈就开始做茶干生意 他今年58岁 也已经做了有40多年 他坚持用最传统的技法和配料制作茶干 记者随张月英来到后厨 希望看看小小的茶干是怎样制作的 张月英将已经点好的豆腐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再用准备好的老粗布 手法鲜熟地将每一块豆腐 紧实地包裹起来 马放整齐 我们的记者也想试一下 每天张月英和员工们 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制作茶干 像这样的动作 他一天要重复上千遍 一直到早晨的七八点钟 才能做好当天出手的茶干 起源于明朝的茶干 采用同龄特产的 厅州大豆为主要原料 相传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品尝过大通茶干后赞不绝口 这让小小的茶干名气越来越大 包好豆腐 记者跟随张月英 将它们依次摆放在木板上 再将这些摆好豆腐的木板 放在特制的工具上 之后 在上面按顺序放上几层大木板 长铁块和木条 最后 在最上面放上一个小的千斤顶 调整好高度后 接下来 就要进行茶干的压制工作 我跟大姐在这边 拿千斤顶压豆腐 这边就很明显的 看每一层每一层 都开始流出很多的这个汁水 那大概压个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呀 两个板子挨上 能挨上吗 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铁块 所以现在看 差不多还能放下一根手指头 那原来没有这个千斤顶的时候 你们怎么压呀 拿石头 拿石头啊 哎呦 现在已经开始很吃劲了 那像我们弄了这几板豆腐的话 大概要弄多久就可以 不能压呀 已经不能压了哈 哦那倒头了 等到水分捋出 压好的茶干 就可以开始进行 胭脂上色了 张月英将他自己制作的豆酱 按照一定比例加水稀释 捋出多余的豆渣后 放入刚压制好的茶干 他介绍 这一步根据不同的茶干种类 所需的胭脂水温 时间都会有所不同 小小一块茶干 通过这样最传统的手工制成 回味的就是最本真的家乡味道 了解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长江江豚 感受同龄人 为了留住微小天使所做的努力 我能很清楚地看到 他面朝我们这个微笑的笑脸 好可爱 了解同龄与同的不解之缘 看古老的古铜都如何缓发新的活力 天津国的第一楼藤水 第一块铜钉 也就在我们藤关山 诞生的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长江行》第73集 《古老同都换新生》正在播出 我们继续在大通镇兰西古街的行程 古街上除了有售买当地传统图特产的老店 这两年随着旅游开发 一些年轻人也把自己的时尚创意店开进了古街 这家手工布衣店的店主名叫伊梅锦 是一名八年后的时尚女生 之前一直在外地工作 四年前和丈夫回到了家乡同龄 被大通镇古朴安逸的生活氛围吸引 于是2019年元旦 他在兰西古街开了者家店 他告诉记者 店里这些可爱的卡通玩偶 几乎都是他根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生活在长江里的江屯为原型设计的 他热情地邀请记者 体验江屯抱枕的制作 现在可以给他加一朵小花 或者说一朵小帽子 看一下红哪一个 访个臀小帅吧 给他加点帽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帽子很帅气 这个是拿什么做的 这个里面是用废弃的瓶盖做的 街上的小朋友 他们听说我在做这个胶囤的小帽子 他们就设计了这个瓶盖给我 也给他们讲了一些环保的知识 这样也是废物利用 是 能做成这样可爱的小帽子 然后选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差不多这样的位置上 这样可以吗 然后要怎么缝啊 这样子一针 然后在下面一针 然后在这个小帽子上也挑一针 就是在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布上 缝一针 对 好 平时真的太少做真相活了 不是很擅长 很棒啊 缝制的工艺虽不复杂 但是很需要耐心 伊美景希望通过类似小帽子 这样可爱的小细节 把姜腿的形象做得更深入人心 所以像这样一个套枕缝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整体的一起做出来的话大概要半天时间 因为像这个表情都是手工绣上去的 好 感觉这样 它缝得很结实 对 把这线头剪掉就可以了 哇 好了 给屯小帅缝上了个可爱的帽子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店里面 作为作为手工 不仅是做创作 有一个自己的作品 而且是真的是能沉下心来 觉得很安静很舒服 我们大姐一直在这边缝制这些 很可爱的这个 姜腾的小吊准 那您为什么来这边做这个手工绣 因为反正在嘎里也没什么事 人也不得嘎 就我们两个人在嘎 嘎一紧 正好它也需要人帮忙 那现在这份工作怎么样了 也还好 反正就是有耐心做 做话就可以了 做习惯的也还蛮好 这位大姐家距离店里步行只用五分钟 来这里工作之前 她常年在长江上捕鱼 后来她想应当地政府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号召 不再补鱼 她觉得相比以前 在这里工作更安全 不会风吹日晒 收入也能保证 和大姐聊天的过程中 一美景在一旁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份小惊喜 哇 这是一个屯小花的一个靠枕 然后这便秘秀了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 对这个颜色跟我们平时的节目标一样 是黄色的 下面写着让我们一起留住姜屯的微笑 对 这个一个第一呢 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远方的家这个节目 一些人会经常看 就是像拉家场一样的特别亲切 然后呢另外呢想借助这个节目组的影响 能让大家就是能更多的去了解江屯 特别可爱的 然后去保护江屯 我们一起留住 一美景是当地一名保护江屯的志愿者 有些腼腆的她 一说起江屯 就立马打开了画架子 那当初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卡通形象 是因为13年的时候 在合肥参加一个江屯保护的一个公用活动 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可爱的生物 而且她还在同龄 因为我先生是同龄人 当时还没有见到过江屯 只能就是根据一个照片 然后来创作 但是就是很少人了解江屯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想说 制作一个江屯的一些故意作品 让大家来了解江屯 去保护江屯 所以他们一直是这种微笑的表情 对 因为江屯它本身就是一种微笑 就是一个微笑的表情 看上面就是你设计的屯小花 对 就是第一个 下面就是这个江屯 江屯的照片 看连微笑的这个弧度都是一样的 有的人一走进我店里都讲 这是海屯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 其实江屯跟海屯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一个形态 因为江屯的话它是头是圆圆的 然后嘴巴它是一个微笑的形状 在海屯的话 它的嘴巴是比较尖的 然后它有背棋 江屯是没有背棋的 开业近一年时间 伊美景已经累计捐出了 两斤多元江屯保护爱心基金 他说以后也会继续 把这项基金做下去 让这些憨态可惧的江屯玩偶 成为人们在古街上 了解江屯的一闪窗 告别伊美景 我们离开古镇 从渡口坐船穿过雀江 来到长江中间的河越洲上 江探访 坐落于这里的铜铃淡水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养护基地 2001年 基地从长江里捕捞了四头江屯 开始进行人工饲养及科研 这几年已经录取繁殖的七头小江屯 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室的张西斌主人介绍 整个保护区成立于2006年 主要保护以白气屯和长江江屯为代表的水生珍稀野生动物 珍稀野生鱼类资源 以及长江生态环境 2012年 我们远方的家设计组就曾经来到古这里 跟随张西斌 我们来到基地后面的江边 刚一走近 记者就在水中发现了江屯的身影 我看后面 刚刚已经能看到有江屯了 他们是在这玩的吗 对 他们正在游玩 这是那个母屯带来一个小屯 那小屯是去你刚刚出生的小屯 它现在游泳的是 游泳还不是太自然 就不许它母亲带着它一道残游 江屯是长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物种 仅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 目前野生种群的数量非常稀少 仅有约1000鱼头 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作为哺乳动物 江屯平均每两年能够生鱼一次 每次以胎 雌性江屯的怀孕期有近11个月 哺乳期半年到一年 小江屯一出生了 它是不会鱼 刚出生的时候 只有它妈妈带着它一道鱼 而且当时它出生下来的时候 它也不会吃鱼 它只会吃摩鱼 有摩鲜 吃它摩鲜的鱼质 要到六个月以后 才能吃小鱼 一年半以后 那个小江屯就是彻底地 突然到摩鲜了 就自己先到手 为了更好地保护江屯 保护区建立了世界首座 利用半自然水域条件进行养护的基地 水域面积约400亩 聊天过程中我们听说 江屯开放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张锡斌带记者来到投放点 这里已经围了不少先来参观的游客 张大哥你好啊 之前七年前的时候 我们节目组也来采访过您 看您在这卫江屯 我看现在正好到了这个卫江屯的时间了 刚刚张老师还说这些江屯 能证成您的脚步声 听着您走过来 他们就在这儿等着了 早上集算 请坐 来来来 把那儿子掉下去 他现在都已经泡过来了 那条是游泥身子的 就是当十七年前 我们节目组来的时候 看到了刚刚升的那只 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这条是游泥身子 这您是怎么扔出来的呀 我看好像都长一样 十到五斤 我过来远的这么大 我们的老朋友张巴金 今年五十八岁 在保护区工作已有十多年 他的日常工作 就是负责保护区里 十一头姜屯的饮食和健康 在他眼中 这些和他朝夕相处的姜屯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说起他们 张巴金的言语间 带着不少自豪和骄傲 因为我们刚刚也是在比较远的地方 看到这个姜屯 但是现在他离我垂直距离也就十米左右 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面朝我们这个微笑的笑脸 哎呀好可爱呀 每次喂食的时候 这些可爱的长江精灵 都会像这样轻巧地跃出水面 张嘴吞下食物 一个翻身再次入水 张巴金说 喂食不能偏心 要保证每头姜屯都吃到同样分量的食物 您是怎么分辨的呢 有什么特征吗 它有那个皮肤 点远 滑山 五里的皮肤 有的有滑山的 然后不同的这个位置 对 有的皮肤和气 有的皮肤和气 跟人一样 有的皮肤车马木片 跟人一样 它们但是长的基本都是一样的 长的 你们看都是一样的 我看它们吃多多挺多的 我家们经常说 为了保护姜屯的野性 保护区采取半自然的喂养方式 张巴金每天会人工喂养四次 平时也在姜水中 饲养了供姜屯自己捕食的鱼苗 看着姜屯们饱餐一顿后 我们跟随张西斌来到了长江边 张西斌已经在保护区工作了32年 进入了这里的发展变化 这个实验区 我们保护区在山游一点 在往山游前面 就是镇阳县老州镇 那么再到下游 是阴安区金流豆 这个全产有58公里 整个是31518公里 分为三个区 一个是核心区 一个是缓冲区 一个是实验区 这里面常年生活有50多多降 将近60多降 都是野生的吗 野生降 张西斌介绍 给江屯的生存带来最大威胁的 就是长江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 但是让大家欣慰的是 这几年长江的生态环境 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当地也对江屯保护区内的船舶行驶 进行了限速管制 同时实现了全面禁语 这些微小天使的生存环境 正在逐渐变得越来越好 本来我们是2006年 我们成立保护历史 就是我们野外江场只有40度 由现在我们就观察 就考察 现在江场已经成立到了50度 也将近60度 和寻民流利子源在变化 同时寻民我们 产生的生态系统在最近好软 那您从事这个工作30多年了 对您来说 江屯意味着什么 就是保护江屯 也就是保护我们成年的生态系统 这段也就是这样 也是保护我们的人类 保护我们的中华民族吧 今天的同龄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市民 加入到保护江屯的队伍中来 大家都希望 同龄能够成为江屯赖以生存的家园 了解同龄与同的不解之缘 看古老的古同都如何缓发新的活力 新中国的第一楼藤水 第一块铜钉 也就在我们藤关山夸 诞生的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长江型》第73集 古老同都换新生 正在播出 有着中国古同都美誉的同龄市 属长江沿江秋陵平原 这座被长江水滋养的美丽城市 不仅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 在它的地下 更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同龄与同兴是 铜草花未同而生 我们身边正在开放的这样一片 某绒的紫色的小花 就是铜草花了 这种花是一种能够明确的指示 地下有铜矿的植物 在古代的时候 铜草花就像使者一样 指引着这里的人们 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铜矿宝地 也一直陪伴着这里的人们 开矿山 建城市 可以说这座城市的发展 完全基于铜之上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铜铃和铜的不解之源 铜草花 徐鸣 海州香茹 花瓣的颜色都是蓝色或紫红色 由于它生长的地方 总是和铜矿相依相伴 因此仍旧试探为 地下有铜矿的导航标 铜铃因铜而生 经搞证 这里的铜文化 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 为了更好地了解 这座古铜都的铜文化 我们首先驱车 前往铜铃博物馆 博物馆的外墙 有五十吨铜打造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单体铜装式木墙 上面刻有 商中时期青铜级的纹样 是铜铃离奏新底标 铜铃的古代旷野遗址 经碳十四检测 被专家认定 年代距今三千年左右 这也说明了 铜铃的铜文化 历史优秀 最迟在西周早期 就已经兴起 目前馆内 共有藏品五千多件 基本包含了 古代青铜器 各个形式的棋具 其中镇馆之宝 体现了铜铃 古代铜文化 悠久的历史 这个叫做铜铃文甲 是的 这个这是做什么的呀 这个我们说的 通俗的说就是 九国 这件器物呢 我们说是我们的 正馆之宝之一 那为什么能把它称为 是正馆之宝啊 因为因为从年代上 它是商代早期 那么也是我们铜铃 目前发现 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细看有上下两层的 陶铁纹 比较特别的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呈现出了一种铁锈色 是 它不光光是铜吗 因为咱们铜铃铜矿的品味 中间含有大量的铁 所以呢 这个从这个青铜器的颜色 可以证明 这件青铜器所使用的原料 是来自于铜铃地区 这尊铜铁门甲 出土于铜铃西湖附近的遗址 经检定 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多年 是铜铃地区出土的年代 最早的商代青铜器 它与同时出土的铜铁门铁器型上 都具有中原风格 这也说明了商周时期 铜铃的青铜器 就已经被当时的贵族所使用 我们说的五音不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悬花了五个铢 这是哪五个银 工商绝针鱼 那么在中间这个铢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花碗非常独特 上面这个像这个浓纹 好精细啊 是 春秋时期的 也是古老的打击乐器 另外这个铢呢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合瓦型 像两个瓦片一样 另外这个上面凸起的这个 一个个的小的乳钉 叫梅 我们所说的成语 不是梅菊 在这上面可以看到 永中 是中国古代的乐器 与边中和纽中齐名 被誉为古乐三中 这座永中造型清雷 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实我们站在博物馆里面 就能听到这个背景音乐 就是当时敲击这个永中的声音 很清脆 那其实我很好奇 当永中制作好之后 它就是这样 音色不会变了吗 不是的 在铸造过程中呢 他们对这个钟 发现了从它的这个空的枪 利用一些特殊的工具 进行错模 通过调节它的后保 来引起它这个在里面声波 这种高低起伏的传播 从而形成了一种 我们说的古代的这个钟的叫音 通过这些来调节这个钟的声音 另外在敲击的时候呢 它除了承煮由大到效 反映出这个不同的音阶之外 那么它一个钟 奇特的是一钟两音 那么钟的这个下部的中间敲击 和钟的这个两侧敲击呢 又听到不同音阶的音声音 所以整个呢 也展现出了这个 铜宁地区 咱们古代的铸造技术的高潮 方亲介绍 铜宁的铜矿资源 主要位于铜关山一带 西汉时期这里正式设铜关 矿山也因此得名铜关山 此后历代开始从铜关山 进行采矿野链 离开铜宁博物馆 我们驱车前往铜关山 我们这一带呢 就是原来的铜矿的 露天开采的一个矿坑 是很深的 现在呢是已经填埋了 恢复生产恢复自然 这个状态以后啊 就是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采的这个地 都是已经填好了之后的矿坑 对对对对 这座位都是一大片 都是矿坑 那大概范围能有多少呀 范围有1平方公里 无敌是铜灵铜文化研究协会会长 他介绍 铜关山一带古代铜矿分布非常广 目前考古挖掘的矿野遗址 已经近百处 总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 铜灵这座城市 也是有铜关山兴起 根据考古专家设算 铜关山一带 从仙秦至唐宋历大遗留下来的铜链渣 有1000万吨左右 如果按照1比15的铜核渣比例计算 大约有60万吨铜的产量 这座因铜而兴的城市 昔日的矿区就位于市中心的地带 市民们就住在山下 也大多都在矿区从事相关工作 老矿山承载着 极代同龄人的记忆 因此2003年铜关山 结束了3000多年的开采历史 正式关闭后 很多市民自发地 为矿区公园建设做规划 当地政府也充分吸纳了 市民们的建议后 正式将这里建设成为 铜关山国家矿山公园 从山州开始 剩余汉坛 一直演示到津铁 演示到今天当代 1950年6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全国优秀的儿女 就回去到我们铜关山矿 进行开采 53年5月1号 第一楼铜水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楼铜水 第一块铜钉 也就在我们铜关山矿 诞生了 现在看到后面这个矿井 看到后面山上 曾经采矿流下来的 这样的工业遗址 就不难想象到 在五六十年代 在这边 五湖塞的儿女们 聚集在这里 热火朝天的开矿 这样干活的场景 和现在这样一对比 现在就是很安静 近年一听就有风声 有这样的虫鸣鸟叫 然后想以后 就会变成一个公园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过去 铜关山矿区 承载着新中国 铜银链的光荣历史 如今为了更好地 对这片矿区进行保护 和有效修复 当地政府为市民们修建的 这座家门口的 绿色矿山公园 已经出举规模 这里春季山花烂漫 秋季五彩斑斓 逐渐成为大家日常健身 休闲的好去处 我们沿着步道 来到铜关山脚下 这是我们铜关山的 这是我们铜链 一座有名的青铜地雕 这个完全是铜的 铜制的 反而就是我们铜关山 跨工人们 怎么下井 那这个在整个市区 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是铜关山的脚下 是在我们前面就是产建洞 前面就是最豪华的一条道路 它就是铜关山三角下 一个延伸的长江边的 正面长达数十米的 大型铜锤雕塑 体现的就是 古朴厚重 荣旧筑新 自强补息 敢为人献的铜都精神 是铜领城市的一个象征 现在的古铜都 不仅拥有绿色的城市森林公园 还因地质疑地建起了 开放式滨江生态公园 我们驱车来到滨江岸边 原昆史铜领人 他介绍 随着滨江公园的改造建设 这里已经成为 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原来杂乱无章的小码头 如今也变成了 大家观景的平台 其中最让通灵人 因以为傲的是 一座被大家叫做 通往书海的码头的 滨江图书馆 你现在之后看整个就很透亮 全都是落地窗户 而且通过这个窗户看外门 就能看到江了 对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 林江瑞兰区 现在我们整个书呢 共有大概八千余色书 像这边来读书的话 是需要付费的吗 不付费 在这里面借阅 开水 空调 无限 全是免费 这是一个公益设施费 免费对于市民开放 那每天这开放时间是多长 每天开放时间 是从早上九点 到晚上八点半 全年无休 全年开放 袁坤是这座图书馆的 负责人 他介绍 助理建成于2015年12月 由原来废弃的码头 改造而来 开阔的玻璃木墙 让它从远处看起来 仿佛悬浮在码头之上 而从图书馆里向外看 阴波浩渺的江脸一览无遗 如果幸运的话 还能看到姜屯在嬉戏 你每天都会带他过来吗 基本上 基本上每天 你大概每天在这边 带多久啊 一月四 你多大的呀 八点岁 六岁 你喜欢来这儿吗 对 孩子的妈妈告诉我们 平时每到假期 图书馆里都坐无休息 因为这里的环境非常好 学习氛围也很浓厚 所以他希望能让孩子 在这里感受阅读 带来的快乐 古老的同都 也因为这座设计精妙的 高颜值图书馆 有了新的城市记忆 走在江边 吹着江风 听着悠悠的传笛声 我们感受到了 古同都的安静平和 这几天在同龄的走访 让我们看到了 这座江边城市的变化 如今的同都 草绿水清 散发书乡 而我们也将怀着一份期待 沿着长江水的方向 继续出发